我們看這題 他如這個圖 三角形ABC中 AD跟VC垂直 那三角形ADC ADC 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三角形ADC跟三角形VDE 都是等腰三角形 且AB是等於6 那他問EC多少 首先你看 這兩個三角形會全等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三角形的 這個角的對邊 這一邊等於這一邊 就是這個角的對邊 跟這個角的對邊一樣 然後再來的話 他的這個 這個角 這個四十五度 這個四十五度 我們看 這個三角形 這四十五度 四十五度 還有這一邊跟這一邊一樣 就是說 就是說 在那個 三角形AED 與 三角形 那個 CED中 那因為這個 對應邊 這個 AD 就是這個三角形的AD 等於這個三角形的DC 而且 這個三角形的VD VD 等於這個三角形的ED 這兩個角都是90度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就全等了 所以三角形 ABD 這個 還有 角 角這個 ADB 等於角 CD 這 這等於90度 所以三角形 ABD 全等於 三角形 CED 那也就是說 對應邊 CED 等於AB 等於6 所以這也是6 因為這兩個三角形 這兩個是對應邊 所以答案是6